民眾目睹恐怖場景 全嚇了一大跳 消防隊員火爆後 立刻前往現場搶救 事故發生地點 就在紐約曼哈頓中城的 第七大道 51和52街中間 當時一架直升機 墜毀在54層樓高的大樓屋頂 目擊民眾指出 事發當下發出巨大爆炸聲響 一陣天遙地洞 不少紐約客都響起 911恐攻那天 如果你是紐約人 你會有911的感染症 我記得那天都太好 所以你聽到飛機 踢到建築 我認為我的心 會去到每個紐約人的心 追擊地點 临近川普大廈和現代藝術館 以及許多觀光客聚集地 因此意外發生後 警方一度封鎖附近街區 仔細調查 而警方初步排除恐攻可能 疑似是因為天候不佳 直升機駕駛迫降在頂樓失敗 才會起火燃燒 整體事故也導致直升機駕駛死亡 沒有其他民眾受到波及 介紹綜合報導 海地首都太子港 數千民眾走上街頭 抗議總統貪污弊案 要他下台負責 示威者焚燒輪胎 設置路障 警察總部附近 至少有兩棟建築物起火 警方發射催淚瓦斯 場面一度失控 G20峰會月底 將在日本大阪登場 美國總統川普隔空放話 說他已經準備好 要跟大陸國家主席 習近平會談 如果對方不出席 美國就會直接 對大陸商品加徵更多關稅 美國亞利桑那州 刮起乘捲風 民眾拍下一顆細質的棕櫚樹 被吹得不停打轉 可能隨時被吹斷或吹倒 奇特景象 雖然只有短短15秒鐘 吸引大批民眾點閱